男人在下半路上捡到一个乞丐 谁知带回家洗干净后 竟和自己死去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就连赵大爷都不禁敢看 世界上怎么有如此相向之人 女人名叫玉芬 因为老家闹饥慌爹娘全都饿死 于是只能跟着哥哥出来看能否在外边讨一口饭吃 可饿了七天的他们滴水未尽 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突然人群里有人喊到隔壁车厢里有粮食 于是哥哥让玉芬在这里等自己 随后跟着人群进入了车厢 就在这时红卫兵来了 屈丹走了偷粮食的人群 可哥哥因为害怕躲在了粮食后面 就这样被红卫兵锁在了车厢里 开门啊 帮我出去 玉芬左等右等也没等到哥哥 于是问刚才的人 才知道哥哥被锁进了车厢 并且火车已经开往了别处 经受不住打击的他在家上又恶直接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 刚刚下班的宝德看到了玉芬 宝德是一名矿井工人 家里有两个孩子 由于妻子去世 宝德上班的时候 两个孩子就由赵大爷照看 宝德查看玉芬还有一口气在 于是将玉芬带回了家 宝德细心地将玉芬脸上的灰擦掉 赵大爷也端来了一碗粥 当玉芬醒来后 面对宝德的询问却大声哭了起来 宝德知道玉芬饿了赶紧将粥递给玉芬 饿了七天的玉芬大块躲一个吃了起来 宝德嘱咐玉芬一顿不能吃太多 否则会出问题的 于是让玉芬先洗漱一下再吃饭 他看玉芬跟自己妻子身材差不多 于是拿了妻子的衣服给玉芬 等玉芬梳洗好后一进门 宝德愣了 玉芬竟然跟自己死去的妻子长得一模一样 这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啊 你看这姑娘 跟卫红她妈 长得就像一个人一样啊 女儿卫红也随即叫了声妈妈 并且跑到玉芬怀里撒起了娇 嘴里还喊着妈妈 这让从小却是母爱的卫红感受了一把母爱 随后宝德问玉芬哪里人 怎么会流落至此 玉芬表示老家闹饥谎 父母已双亡 自己又和哥哥走散了 宝德劝她不要着急 先歇息几天 自己会凑钱送她回去 可是我家 什么人也没了 爸爸 你就让阿姨留下来吧 随后赵大爷表示 如果玉芬不嫌弃就住下来 自己也是孤家寡人一个 并且可以任她作为干女儿 玉芬听到这里扑通一声 给赵大爷跪了下来 想不到我赵万山 你老了 就这么个好夫妮啊 就这样三个淳朴又善良的人 走到了一起 徒弟们得知玉芬留了下来 纷纷调侃她长得像师娘 可宝德却表示 人家玉芬还是黄花大闺女 自己已经是半大老头了 根本配不上人家 一晃三个月过去 马上过年了 家家户户都开始购买年货 放鞭炮 贴春帘 看着此情此情好想回到那个时候 除夕夜里 他们围坐在一起吃着年夜饭 赵大爷表示 自从玉芬来了 家里便利索多了 要吃有吃要喝有喝 孩子们的衣服也不缺扣子 实际上赵大爷是想撮合他俩在一起 宝德却不好意思地说 真是难为玉芬了 吃完饭 玉芬带着俩孩子讲起了故事 逗得俩孩子哥哥乱笑 这一幕却被门外两个抱孩子的人看了 可女人死活不肯撒手孩子 男人硬生生地躲过来 放在三轮车上 男人随后拿出收音机 放在三轮车上 吸引物理人的注意 拽着女人走了出去 不一会孩子和玉芬 都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好像是孩子在哭 宝德出门后发现 真的是一个孩子 她将孩子递给玉芬 赶紧跑出去看是谁放的 可夫妻俩早已经走远 玉芬想不到 这是哪家父母这么狠心 竟将这么小的孩子扔到冰天雪地里 赵大爷表示 肯定是哪对知青派影响回程扔的孩子 等把孩子抱进屋里 为我嚷着要看看是弟弟还是妹妹 随后玉芬从孩子的包备里发现一封信 里面放了一些钱 并说道 好心人 你们好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肯定在骂我这个无情无义的母亲 无论你们怎么骂我都是罪有应得 自己也是无奈之举 只求你们收下这个可怜的孩子 小女孩名叫深深 就这样 深深留在了宝德家里 离开妈妈的深深只会一直哭 无论玉芬为什么深深都不吃 于是宝德外出买了几个鸡蛋 回来给深深蒸鸡蛋羹 可深深还是不肯吃 无奈之下 宝德抱着孩子找到兄弟一名家里 将捡到深深的经过告诉了他 哟 大概是个私生子吧 怎么 你想养他 那怎么办呢 我总不能把他扔大街上冻死他 因为一名家也有一个吃奶的孩子 于是宝德祈求一名媳妇能帮着喂一味 深深吃起了奶这才不哭了 可有奶就是娘 你看他不哭了 一名 这孩子 我看你就要了吧 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宝德赶紧表示 如果你们不要 可不可以帮他先养几天 并且放了十块钱 等自己给孩子找到好人家再抱走 别提钱 这事啊 我做主了 可一名媳妇却一脸不悦 这天宝德上街买了两条鱼 想要给一名家拿过去 却不小心听到一名夫妻俩的谈话 一名觉得宝德拉扯两个孩子 已经够不容易了 肯定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向自己开口的 这孩子你养也得养 你不养也得养 媳妇气得将孩子扔给一名 出来正好碰到了宝德 宝德很不好意思地说 孩子要吃奶自己也没办法 只好弄来两条鱼 让嫂子补一补 一名赶紧让宝德进了屋 宝德看着深深养的这样好心里 也是很高兴 回到家宝德将心中的步虑说了出来 毕竟深深是自己捡回来的 他表示深深能吃东西之后 就把孩子抱回来养 干脆给深深再找个人家吧 你看他一个吃奶的孩子 咋发呀 再说宝德总得下井 根本没时间管 玉芬听到后提议给孩子 找一个家境好点的 第二天赵大义就告诉宝德 已经找好了人家 男人是县农业局的工程师 因两人不能生养 所以想抱养一个 宝德告诉他们这是个女孩 并且还在吃奶 男人表示他们可以喂牛奶 并且不种男轻女 只要健康就好 而这边的一名 带了几天孩子越来越有感情 表示想要将深深留下 你呀 要是养得起你就养吧 反正啊 咱将你说了算 那我就留下了 不宜会宝德带着他们 来到一名家 一名一看着阵势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便把宝德拉到一旁 表示自己很喜欢深深 并且决定要领养他 你喜欢 可嫂子呢 我现在 我现在也喜欢这孩子了 随后宝德就拒绝了这对夫妻 我说呢 谁家的孩子 能那么轻易地给人家 可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 矿上就出事了 随着车尔的警报声响起 又看到好几辆救火车 往矿井的方向开去 宝德意识到不对 建华 你怕不还在警警先呢 紧忙向矿上挡过去 得知警下他房 一名也被送往医院 并且生命危在旦夕 等宝德赶到 一名已经不行了 他用尽最后一口气 将儿子建华交托在了宝德手里 说完一名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建华的有我的 一名 一名 赵大爷听说矿上出事了 跑回来问宝德回来没有 玉芬称早上走了之后没回来 玉芬吓坏了 生怕埋的人里面有宝德 于是疯了一样出去寻找 逢人就问看到宝德没有 家里的一名媳妇也是魂不守舍 他期待着宝德带回来消息 又怕宝德带回来消息 这时宝德推开门 看着儿子哭成了泪人 他也猜到了结果 一时经受不住打击晕了过去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家里也彻底乱套 剩下嗷嗷带骨的孩子 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呢 宝德劝嫂子吃点东西 丈夫惨死 自己怎么吃得下呢 宝德劝导 一名已经不在了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 如果你也倒下 孩子们可怎么办 我一定要吃 我一定要吃 姐妹 你是个大孩子 让你去忙的话 你找我家里 一名人好又讲疫情 真是好人不偿命啊 宝德看这种情况 深深已经没法待在这了 于是又将深深抱了回去 嫂子没有说话表示默认 而玉芬从白天找到黑夜 回来依旧没看到宝德 赵大义听到玉芬 没在医院找到宝德 便断定宝德肯定没事 玉芬正要再次出去寻找 碰上了回来的宝德 我把医院到处找你 就是 就是见不到你的人 我没事 我都快寄疯了 宝德称一名不在了 深深我又抱回来 玉芬劝解宝德不要难过 自己会和他一起抚养深深 面对玉芬这番隐晦的表白 宝德没有做出回忆 他不想连累玉芬 随后走到屋里 告诉卫博和卫红 以后深深就是家里的一份子 不管遇到什么事 都要让着深深 我一时间禁分不清 哪个是轻生的 晚上宝德好不容易 把深深哄睡着 随后出门望向天上的月亮 感叹人世间世事无常 昨天还活蹦乱跳的 一个人说没就没 就像一片树叶一样 落地连个声音都没有 随后玉芬又说起白天的事 保德依旧不敢吭声 他觉得自己是三个孩子的爸爸 玉芬还是个姑娘 根本配不上人家 第二天保德下班回来 一开门看到一天狼藉 哭得哭闹得闹 如果没有玉芬的帮忙 这日子根本没法过 随后儿子竟说出 干脆我们都叫玉芬阿姨妈妈吧 玉芬的好大家都看在眼里 徒弟劝说保德要珍惜眼前人 可保德还是那句话 觉得配不上玉芬 女人为了天天有新裤子穿 在丈夫死了还没一个月 便认识了一个做衣服的裁缝 同事丧偶的裁缝 对桂香很是上心 不仅夸他人长得漂亮 更是赞美他身材保养得好 这句话聊不到了裁缝的心 他表示我比你大三岁 都不说自己老 往后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桂香直夸裁缝小嘴巴 抹了蜜一样甜 才凤乐的眼睛 眯成了一条线 看到建华正瞪着自己 才收敛起来 此刻一颗仇恨的种子 也在建华心里慢慢萌芽 不一会 布料才好 桂香问什么时候能来拿 裁缝却表示 你带个孩子不容易 等做好了自己可以送过去 我不照顾你 谁照顾你啊 那我们走了啊 看着桂香离去的背影 他的眼睛又眯成了一条缝 裁缝办事效率刚刚的 没过几天就做好了裤子 他怯生生地来到桂香家里 桂香热情地招呼他进门 裁缝让桂香试一试 如果不合身 自己还可以回去改 等桂香进屋时衣服 他恨不得眼睛也跟着进去 却不小心差点把水壶碰到 随后还不忘注意一下 自己的形象 顺便摸了摸自己 十天没洗的油头 等桂香换好衣服出来 裁缝又拍起了连环彩虹屁 你是该穿哪好衣服了 你看 这一下年轻好几岁呢 桂香就吃这一套 随后拿出钱就要给裁缝 钱不谈钱 不谈钱 不谈钱 但是裁缝想谈胆情 就这样你推我 让他推进了裁缝心里 并且表示自己是手艺人 不缺钱 只要有他一口吃的 就不会饿到他们娘撒 不料这尴尬的荧幕 被放学回来的儿子撞见 建华重重地把书包摔在桌子上 母亲照顾着儿子试试新裤子 我不是 要是你自己试吧 这孩子 脾气还挺大的 裁缝只好拾去地赶紧离开 桂香知道儿子为什么生气 可他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 如果没有人帮衬 该如何生存下去 而另一边的宝德 一直都不敢 直视裕芬对她的感情 因为裕芬人好长得也漂亮 晃景食堂的大妈告诉赵大爷 晃上的朱科长看上裕芬了 朱科长还表示 可以把裕芬的盟村户口 转成城镇户口 可赵大爷却没那么高兴 因为他知道裕芬心里有宝德 回去的路上 赵大爷向裕芬提起刚才的事 你答应他了 这事我哪能答应呢 没准个商量 赵大爷劝他不要拒绝太快 虽然朱科长长得不好看 但好歹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而裕芬根本不在乎这些 他要嫁也得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那你是不是喜欢宝德呀 我就觉得我的命 是我宝德哥给的 看着宝德这个闷葫芦 迟迟不表态 赵大爷将宝德叫出来告诉他 框上的朱科长看上了裕芬 宝德心里一惊 问裕芬同意了没有 裕芬说 他听你的 听我的 赵大爷也是恨铁不成钢 他明白宝德心里有裕芬 就是不肯说 于是问他 余芬 要是愿意嫁给你 你愿意和她结婚吗 可宝德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 自己只是个蛙媒的 又带着三个孩子 赵大爷气的说 宝德只会为别人想 就不会考虑自己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余芬心里啊 只装着你啊 这是你前世修的福啊 孩子 你和余芬 这可是终身大事 别傻了 这天建华放学回家 想先探一看自己的妹妹 却不想听到母亲和裁缝的声音 他凑近门口望去 果然看到裁缝和妈妈在一起 他愤怒的将门推开 母亲看到尴尬的赶紧整理好衣服 是建华回来了 建华一把抓住裁缝 怒骂他流氓并让他滚出自己家 裁缝也只好时续地离开 母亲的行为也让建华认为 这是对自己父亲的不忠 他俩的吵闹声把妹妹吓得哭了起来 母亲责怪他把妹妹吓哭了 你看你把你妹妹吓得 就这样建华一怒之下跑了出去 到了晚上贵乡着急地找到宝德 称建华不见了 宝德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还不是因为店上的冯师傅来看我 他就跟我吵了起来 两句话不对劲 他拔腿就跑 随后表示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建华 如果建华有个三长两短 自己也没办法和一鸣交代 就这样大家缤分几路寻找 最后在自家院子里找到了建华 建华表示自己不想回家 想和宝德一起过 这时贵乡跑了过来 看到儿子急得哭了起来 可建华始终不想跟母亲回家 生气地跑到了屋里 宝德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把旁人支开 独自询问贵乡发生了什么事 宝德一下明白了 贵乡在找他也理解 第一贵乡还年轻 第二家里有个男人帮衬 日子好过得多 随后去屋里做了建华的工作 建华这才跟着母亲回了家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 这天裁缝提着东西又上门做客 贵乡像往常一样给裁缝倒了水 可就是因为他用的水缸是父亲的 他又站起身 不许用我爸爸的杯子 谁也撒了裁缝一身 贵乡生气地打了建华 这次建华没有反抗 而是平静地收拾自己的东西 走势还不忘推一下裁缝 并和母亲断绝了母子关系 你不是我妈 我以后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宝德下班回家却看到建华在门口等着自己 建华说自己没有家了 妈妈非要嫁给臭裁缝 爸爸临死前把我托付给你 以后你就是我爸爸 宝德知道建华是在赌气 劝解他回家 可建华非常有性格 你不要我我就流浪去 反正我是不回家了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建华 公平你妈 靠什么挣钱来养活你跟你妹妹 你妈也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 于是把建华带回了家 猜到儿子会来找宝德 贵乡早就等在了这里 贵乡祈求儿子能跟自己回去 建华看到母亲很是排斥 竟拿起一把刀威胁起了母亲 不要逼我 再逼我 不给你看 建华 你有什么话 你当着我跟你妈说清楚 并且要求和宝德一起过 如果宝德也不要自己 那么他就撕给大家看 为了缓和建华的情绪 宝德只好答应他的请求 母亲也向建华认错 称自己不该打他 建华铁了心就是要跟着宝德 他告诉母亲以后我也不是你的儿子 你就安心地跟着裁缝过日子吧 建华的话犹如一把尖刀扎进母亲的心里 母亲哭着上前想要再挽回一下儿子 可建华心意已决 随后桂香告诉宝德 建华就交给你了 宝德不可置信地看着桂香又看了看建华 当年的人心很淳朴 兄弟临死前将儿子托付给他 他就真的会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如今自己有四个孩子 朱科长也在崔玉芬嫁给他 宝德会作何决定呢 你是想把我当妹妹 还是当女儿嫁出去 一家有女百家囚 因为玉芬长得漂亮又很能干 于是得到矿上朱科长的青睐 矿上朱科长 少话来 他说想约时间前面 你要我见他吗 你见你吧 总没坏住吧 玉芬见宝德的窝囊样 气得转头想走 宝德又说毕竟朱科长是做办公式的 有文化有前途 别说了 我去见他 可宝德不明白 玉芬要的并不是这些 这天 传说中的朱科长来了 一开口就极其没礼貌 老赵 玉芬在吗 赵大爷也只好赶紧招呼他进屋 并且还专门为他点烟 本就是赌气见面的玉芬 始终不愿意正眼瞧他 而朱科长像挑选商品一样 上下打量着玉芬 随后还不忘指使玉芬给自己倒水 玉芬很不情愿地照做 随即掏出自己的钱包 拿出几十块 让玉芬买几件像样的衣服穿 谁知道当年的几十块顶限在多少钱 她表示玉芬书念得太少了 以后有机会可以让她去读矿上的迹象 朱科长 你的钱我们不能要 玉芬 总算你正眼看了我一眼 就从这 我这钱花得值 朱科长高兴地把一杯水喝完 赵大爷提醒玉芬给客人加水 谁知朱科长尽一厢情愿地说 以后过了门 招待客人没有写的价可不行 并表示以后这些礼节他都会慢慢交他 还会有无穷无尽的好日子 就在这时宝德回来了 碰上了正要出来的朱科长 这是矿上的 朱科长 朱科长一脸别人欠他八百万的样子 瞅着宝德 宝德对他没有好印象 直言自己还要去做饭 随后赵大爷问朱科长对玉芬印象怎么样 你去跟他说 我都满意 只要他点个头 乡下的事我来办 朱科长走后 宝德故意问玉芬觉得朱科长怎么样 好啊 这一听就知道玉芬故意欺宝德的 可宝德却没听出来其中的意思 玉芬气愤的说自己走后孩子怎么办 宝德说自己会管 赵大爷劝玉芬考虑一下朱科长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嫁了朱科长肯定吃穿不愁 如果真的想嫁给宝德就干脆把事情挑明 两好和一个好 玉芬默不作答表示默认 但看到宝德这个闷葫芦又气不打一出来 这天玉芬像往常一样去食堂送豆腐 食堂大妈叫住他 朱科长送了两双尼龙袜子给玉芬 并暗指他要答应朱科长 不然以后食堂也不会再要他的豆腐 玉芬回到家就将这件事告诉了赵大爷 为了尽快解决这件事 他将宝德叫出来告诉他朱科长那边催得急 得尽快拿个主意 赵大爷表示自玉芬来后 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没有一句怨言 这样的女人去哪里找呢 宝德自卑地说如今自己似的孩子 自己这里除了苦和累 能给玉芬什么呢 赵大爷听到宝德这样说也妥协了 宝德擅自做主教 赵大爷给朱科长回话说玉芬同意了 这些话被门外的玉芬听到了 他伤心欲绝 第二天他依旧为宝德操持家务 宝德想让玉芬休息自己来做 却发现玉芬发烧了 他将玉芬抱到床上 用毛巾放到玉芬的额头 让他好好休息自己去给他拿药 玉芬却一把抓住宝德不让他走 并且告诉他自己哪里也不想去 只想跟宝德在一起 宝德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真实的情感 将玉芬紧紧抱在怀里 可短暂地放松之后 他又恢复了理智 他让玉芬不要怪他 这辈子自己没什么指望 能把几个孩子养大自己就心满意足了 玉芬知道他和宝德这辈子是不可能了 于是第二天就跟着宝德与朱科长正式见面 朱科长却看不得玉芬和宝德坐在一起 让他挨着自己坐 以此来宣誓主权 并且吩咐玉芬给宝德倒酒 别别别 让他倒 大王 就看朱科长这德行 玉芬进门后就没好日子过 朱科长冲着宝德能把玉芬带来敬了他一杯酒 可宝德刚端起来 他就自己喝了 丝毫没有把宝德放在眼里 随后又指责起玉芬 自己是又给了钱又给了尼龙袜子 怎么你就是不好好打扮一下呢 宝德赶紧为玉芬解围 玉芬是山里来的不懂礼貌上的事 他恳求朱科长能多多包涵 还有自己拿玉芬当亲妹妹一样对待 如果玉芬以后哪里做的不对 我求求你 你就让他点 随后又说自己还有一个婚礼参加 急匆匆地走了 而这个婚礼并不是别人 正是建华的母亲和采访 两人不打算大办 只搬到一起住就算一家人了 宝德拿出矿上兄弟凑的布料作为贺礼 就在说话时 玉芬突然被人打碎 宝德捡起那块砖头 并且心里已经猜想到是谁做的 随后保证以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 宝德没有猜错 正是建华和魏国做的 他俩自以为做了一件大事 没想到回家后宝德正等着他们 你俩干什么回事了 我们什么也没干 我和建华哥去玩去了 随后把那块砖头拿了出来 建华这才承认是自己扔的石头 随后魏国也承认是建华先扔的 自己随之也扔了一块 而宝德却责罚起了自己的儿子 建华怎么求情都不管用 或许他此刻 也在借白天见朱科长的是泄愤吧 玉芬紧紧地把孩子护在自己身后 怒视宝德 自从自己进了这个家门 就没见宝德打过孩子 以后自己不在了 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很快 到了朱科长和玉芬结婚的日子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可玉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宝德的心里更不是滋味 朱科长吩咐玉芬给大家倒水喝 宝德告诉玉芬 晃上的婚礼都是这样 让她忍着点 就在玉芬递水的时候 不小心把水洒到朱科长身上 便迎来她一顿臭骂 并说玉芬是乡下来的 让大家见笑了 从这一刻起 玉芬就开始了她的苦日子 而宝德也实在负担不起 四个孩子的生活 于是又打算将深深送人 好在魏国眼鸡手快地 将深深救了出来 父亲得知后妃一般地冲向深深 并把她抱回了家 老父亲心疼地 给孩子们熬了姜汤来驱寒 但宝德还不忘训斥 魏国是怎么回事 深深怕魏国挨打 于是说是自己不小心掉在水里的 魏国也是为了救自己而下水的 是吗 嗯 好魏红的话我相信 不过他还是地批评魏国 魏红心疼哥哥 让父亲不要再斥责他了 如果今天不是魏国 那么深深的后果不堪设想 宝德便也不再说什么了 可到了晚上 深深发起了高烧 烧得直说胡话 宝德赶紧将深深送往医院 经过医生诊断 深深是急性肺炎 可宝德急坏了生怕深深有事 那么他就没法向深深亲生父母交代 你这是烦不烦的 没什么大事 死不了 魏国因为自责想要守着深深 却被宝德训斥了回去 你在病毒了 想让我死啊 宝德就这样硬深深守了深深一夜 就在这时 医生催宝德交住院费用 由于昨晚上来得及 他没带多少钱 于是跑回家翻遍了抽屉 才有几十块钱 无奈之下 他只有向师父赵大爷借钱 赵大爷将自己的全部积蓄 拿了出来给深深看病 将深深安顿好后 他马不停蹄地回家给深深做饭 将家里唯一的鸡蛋做给深深 自己却啃起了肝饼 这天玉芬来医院做检查 碰到了胃果 才得知深深病了 而宝德每天医院矿井两头跑 身体早已经透支 玉芬让宝德回家休息自己陪深深 宝德却表示自己身体很好 再熬几宿也没关系 而这时医生又来催缴住院费 宝德也是背对的没了脾气 玉芬表示如果没钱自己可以拿出来 宝德却打肿脸充胖子 忙说自己有钱 玉芬让宝德回家去休息 可宝德却静止来到了洗手间 她用凉水冲自己的头 试图让自己清醒一点 随后步步地休息就下了矿井 而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晕了过去 麻绳专挑戏处断 黄鼠狼也专咬病鸭子 医生告诉宝德 她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再不好好休息后果不堪设想 说着就要给宝德开三天病假 现在家里哪里都要用钱 宝德拒绝了 到了医院 她怕孩子们看出异常 于是接下了头上的纱布 却听到旁边的人说卖鞋的事 你们是卖鞋的 想赚钱没有别的门路 只有在自己身上打主意了 是啊 这鞋怎么能卖法啊 简单 去化验一下 没病合格了就行 回头到街上炒一叠猪肝 五一朵 啥事没款 那卖一次多少钱 大概两三百块钱 于是她萌生了卖鞋的想法 父爱如山 父亲的爱更是无声的 随后她满心欢喜 接过卖鞋的钱 不料这一幕 却被杨子建华看到 于是她来到自己 十几年不曾回过的家 母亲看到儿子 高兴地拉着儿子进门 我是来给你借钱的 借是不借 你给个痛快话 孩子们也紧忙 招呼建华进屋 桂香想问我儿子 借钱有什么用 建华非常不耐烦 借还是不借 桂香您不过 儿子问他要多少 两百 这么多呀 儿子好不容易上门一趟 就是要自己的肉桂香也得搁 于是吩咐裁锋去拿钱 建华拿过钱 却给桂香打了一张欠条 随后转身就走 不管桂香在后面 如何苦苦哀求 建华只留下一句话 这钱自己一定会还 回到家建华 就将钱交给宝德 让他给深深看病用 宝德却问他钱的来由 建华哭着说自己看见了 魏国和魏红也哭成了类人 建华表示这钱是向自己母亲借的 让他放心去花 随后又说自己和魏国已经长大 可以为家里分担事情 以后不要再瞒着他们去卖鞋了 此时魏国小小的心里 却有一个大大的想法 晚上他趁大家熟睡后 悄悄告诉魏红 自己先不上学了 要离开一阵子 挣够了钱自己就回来 并且让魏红告诉父亲不要找自己 魏红实在放心不下 还是将事情告诉了宝德 第二天宝德就满世界寻找魏国 可依旧没找到他 离开家的魏国也只能捡些废品挣钱 却意外认识了同事捡废品的几个朋友 而深深也已经完全康复 为了庆祝深深回家 宝德炖了一锅鸡汤 几个人互相推搡着 谁先喝第一口 大家一致认为父亲最辛苦 父亲应该第一口 可宝德表示 只要孩子们以后有出息 自己比喝什么都高兴 此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魏国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另一边魏国和几个朋友 辛辛苦苦捡了一个星期的废品 却只卖了五块钱 这和自己的目标五十块相差甚远 于是同伴提出去拖电缆 变电所里面就有 一人多高的大蚊子 上面缠的都是 可建国知道这是犯法 提议大家不要这样做 你不去弄 其他几人决定后半夜行动 晚上建国也加入了他们 可电缆实在太粗了 他们的剧根本剧不动 同伴因为太着急被电机伤 第二天赵大爷叫醒熟睡的宝德 告诉他魏国出事了 宝德急匆匆地赶往公安局 警察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一番 就让宝德将建华带了回去 魏国向父亲坦白 偷电缆不是他的主意 同伴也是好心想让他抓紧时间 赚过钱回家 可在父亲眼里这就是做了坏事 于是问魏国挣了多少钱 魏国拿出自己减肺品卖的12块钱 宝德却一把将钱扔到了地下 这些来路不挣的钱 一分钱也不能要 魏国始终是自己的儿子 他也心疼 宝德虽然嘴上不说 但却让建华准备面粉包饺子 可宝德长时间劳累加上营养不良 突然晕倒了 这时玉芬赶到 宝德却看到了玉芬脸上的郁青 现在受了委屈 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 因为他没有可以依靠的靠山 第二天玉芬忐忑不安地来到医院做检查 却被医生告知一切正常 那就是说我有生育能力 我的身体真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我认为你有生育能力 十年不孕 我建议 还是让你丈夫来检查一下吧 回家后 玉芬怯生生地拿出医院的化验单和诊断证明 朱科长看到玉芬没毛病瞬间怒了 什么 你没毛病 这不就是在说自己有毛病吗 玉芬不敢这么说 只说让她去检查一下 可自以为身壮如牛的 她不肯相信自己有问题 思考了一圈 想到问题可能真出在自己身上 于是答应去检查 要是查出我没有毛病 你就从这个家给我滚出去 朱良明 笑死人了 这么坏的人居然叫梁明 医生把他们叫进去 告诉朱良明根据结果看 他的情况不太乐观 可能要吃一段时间的药 医生本不想说的太直白 可朱良明一直追问结果 从化验结果看 你的精子都是死的 什么 完了 朱良明瞬间像泄了气的气球 医生告诉他们不要灰心 这种情况还是有治愈的可能 回到家的梁明捏了巴基的 再也不止高气昂的 冲着玉芬说话了 完了 我这位 做不了好男人了 我们如今 到我这一代 就断死绝死了 玉芬安慰他不要这么想 只要按时服药 还是有希望的 可梁明觉得自己彻底废了 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你怎么样 我都会陪着他 玉芬的心可真是好啊 可狗始终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这天朱良明喝了的 鸣顶大醉的回家 玉芬指责喝酒伤身 可朱良明却说 玉芬在等着看他的笑话 玉芬想把酒瓶拿过来 不让他再喝 可朱良明非但不领情 还说自己是死精子 谁也不怕 大夫说 你这病能治 听话 我去拿药去 我吃个屁药 玉芬心肠太好了 可能也是封建思想的束缚 丝毫不会考虑自己 只会忍让 他一再懦弱的忍让 才会导致朱良明的变本加厉 这天保德意外晕倒 才发现玉芬脸上的淤青 保德把孩子们都支出去 问玉芬是不是朱良明打的 说着就要去找他算账 玉芬表示这也不能怪他 但当他得知朱良明有身体缺陷时 对玉芬更加心疼 如果当初保德勇敢一点 或许玉芬就不会这么苦了 晚上玉芬做好饭 等着朱良明回来 朱良明问玉芬 脸上的淤青是怎么回事 玉芬忙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 说昨晚上喝醉酒 咋吗 没有 朱良明丝毫没有悔过之心 讽刺玉芬挨了打也不敢承认 真是个好老婆 随后玉芬拿出十全大补汤给他喝 他又闲药苦发起了脾气 这么苦啊 糖呢 以后别总在外里吃饭 来家吃吧 行 咱俩死了家产都没人继承 此之前咱俩吃光喝光算了 这天 保德迎来一个好消息 建华被军校录取了 保德高兴的直夸建华给自己长脸了 他拿着通知书告诉在天上的义名 建华考上大学了 孩子终于出去了 临上学前玉芬给建华织了一件毛衣 保德千叮宁万嘱咐建华在外事时小心 建华承诺自己毕业后会好好孝敬保德 在一家人依不舍中建华踏上了去军校的火车 而他的亲妈贵乡只敢从远处偷偷地望着儿子离去 我的爸爸是矿工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妈妈 爸爸既要下井又要照顾我们 他每天下井回来时已经非常疲倦 还要给我们做饭 但他从来也不叫苦叫累 永远是乐呵呵的 去里要搞作文比赛 女儿便将自己的爸爸写进了课文里 保德调侃道 自己可没作文里写得那么好 可在深深心里 保德就是最好的爸爸 当年保德在自家门口捡到深深后 就将自己全部的爱都给了他 致使这么多年他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 由于深深写的作文优秀 获得了全班第一 同学们都很羡慕深深 这话被魏国听到了 他一把把男孩揪了出来 对着男孩就是一顿暴打 这时老师赶过来才拉开了魏国 男孩的话又被人群中的深深听到 他失望地扭头回家 保德回来后看到深深哭问发生了什么事 保德心里一咯噔 忙问魏国怎么回事 魏国将白天在学校发生的事说给了保德 为了宽慰他 保德忙说他是大年三十生的 而且哭得很厉害 赵大爷也随声附和 自己也记得清清楚楚当年深深出生时的场景 说着说着赵大爷却突然口吐鲜血 经过医生检查 赵大爷是肺癌晚期 不久后便离开了人世 保德安葬了赵大爷 作为赵大爷收养的女儿 玉芬也送了赵大爷最后一程 玉芬哭得很伤心 或许也是在哭自己命苦吧 自此以后 没人再提深深的身世 看着家里日子如此窘迫 魏国向父亲提出辍学打工 他觉得自己学习不好上学也是浪费钱 并且自己已经跟矿上联系好了做电工 保德这次没有阻止他 或许放任他闯荡也是成功的一条路 保德为了挣卫红河深深的学费 每天起早贪黑的去菜市场送菜 不管刮风下雪 没有一刻停歇 岁月也在保德身上留下了痕迹 他挺拔的身躯也变得勾搂起来 突然想起一句歌词 父亲是那登天的梯 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转眼间小深深也长大了 果然是上海之亲的后代 满满的知识分子气息 魏国一如既往地坐着电工 深深来接魏国告诉他父亲今天包饺子 在回家的路上 却被两个混混盯住了 我这位朋友想跟你妹认识一下 你小子找死了 我妹她才18岁 你疼什么呀 又不是你亲妹妹 你再说一遍 我看你妹妹是抬着你了 魏国一下被她的话激脑了 冲动的又是一拳 几人正牛打在一起时 一个像霸道总裁的霸道总裁制止了他们 男人名叫杨辉 是一家上市企业老总 他称刚才的人是矿长的儿子 连镇长都要让他几分 深深向杨辉表示着感谢 杨辉也对漂亮的深深一见钟情 他表示以后再有人找麻烦 可以尽管找他 回家后 魏国将这个月工资交给父亲 这时一群人冲进了宝德家里 声称魏国打伤了人差点出人命 现在要把魏国送到公安局去 宝德连连道歉 表示自己不会袒护儿子 如果真的犯错任他们处置 他该打 他耍流氓 你们看 他打伤了人 还这么慌 宝德没搞清事情真相就打了魏国 因为他觉得魏国从小闯祸 这次也肯定是他的错 宝德让这些人先回去 自己会调查清楚 如果真是自己儿子伤了人 他会带着儿子登门道歉 人们走后 宝德喊出魏国就开始训斥 任凭深深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 第二天宝德就带着魏国来到矿厂家登门道歉 可矿厂夫人却丝毫不接受道歉 父亲训斥魏国如果不改掉冲动的毛病 吃亏还会在后头 魏国也因此失去了工作 然而命运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 这天宝德骑三轮车回家 却不慎摔倒 好在玉芬碰到了宝德将他送回了家 自己都摔成这样了 宝德还拜托玉芬不要将自己送菜的事情告诉孩子们 魏红和深深看到父亲这样急坏了 几人赶忙去了医院 医生诊断宝德要寄老损需要住院治疗 宝德连忙拒绝 家里实在离不开他 只有宝德是家里的主劳令 这一下把他们的生活彻底打乱了 在学校魏红也是魂不守舍 这是他们对纺织厂的招工告示所吸引 深深丝毫没有察觉到魏红的心事 魏红看着招工告示动了心 他下定决心打工来减轻父亲的重担 于是他瞒着家里人来到了报名处 魏红形象好又是高中生 一下就被录取了 第二天深深哭着来到医院看望父亲 果然会哭得孩子有糖吃 三眼两鱼红的宝德喜笑言开 而魏国也不敢将自己被辞退的事情告诉父亲 并说现在家里一切都好 晚上深深正在写着作业 可魏红却一下也写不下去 懂事的孩子操心就多 深深一心只扑在学习上 根本不会考虑家里的情况 爹 你怎么了 没事 第二天魏红来到医院看望父亲 宝德训斥他马上要高考 不好好学习乱跑什么 我挺好的 死不了 魏红鼓足勇气告诉父亲纺织厂在招工 并且自己报名了下个月就上班 宝德气得从床上坐起来问他为什么不考大学 自己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就是为了供他们上学 现在这样是想要自己死吗 我就是不想让你再倒下 再这么决定的 宝德震撼了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这几年 你老了多少 我怎么能再忍心让你供养我们呢 宝德倔强地让魏红不要管这些事 自己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他们上学 你知道一个大学生要多少钱吗 一年要好几千块呀 自己和深深一下就是两个 并且一上就是四年 靠父亲做苦劳力挣钱 根本没办法实现 魏红哭诉着不要让父亲硬撑了 别人家都有爸有妈 而自己只有一个爸爸 他不想上完学回来看不到自己的爸爸 果然是亲生的 魏红随了宝德的性格 牺牲自己 事事都为别人着想 宝德不再说话 他也没有阻止魏红的要求 晚上深深得知魏红不考大学了 骂他脑子进水 就凭魏红的成绩准门考上 不明所以的深深追问着魏红原因 魏红只好又说自己过苦日子过够了 下个月上班了自己就可以挣钱花 深深却相信了 最后魏红告诉了深深原因 家里根本供不起两个大学生 就凭父亲自己就是累死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深深附和着自己也不考 第一自己是姐姐 第二深深的成绩比自己好 如果他们两个当中只能选一个 那么这个人必须是深深 最重要的是 从小到大父亲最喜欢的孩子就是深深 魏红明明是轻生的 遭受的待遇还不如捡来的 还要为捡来的付出 晚上姐妹俩在一个被窝里 她让深深承诺 以后出席了一定要好好孝顺父亲 姐 放心吧 不管我将来怎么样 我都会好好对咱爸的 很快到了高考这天 魏红一个劲的嘱咐 深深考试的注意事项 自己竟比深深还紧张 眼看考完有一段时间 其他同学不管考没考上 都收到了通知书 深深这里一直没有消息 姐妹俩急得不行 这时游记员来了 魏红拿着心筋来告诉她 你没考上什么医学院 但是 你考上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了 真的 姐妹俩激动地抱在一起 随后她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 宝德看到通知书 觉得自己的病都好了一大半 这一下宝德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 可给她在矿上长脸了 所有人都在夸赞深深优秀 却没有人想到魏红是牺牲了自己 深深才能考上大学 玉芬随之又宣布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建华交了一个女朋友 还是将军的女儿 并且马上就要回来了 建华这小子啊 不声不响的给我带个儿媳妇回来了 魏红提议赶紧回家收拾一下 毕竟未来嫂子是大城市的 怕在家里住不习惯 临走时保德叫住了魏红 问她明天就要去厂里上班了 有需要准备的吗 魏红摇摇头 我知道 必须清楚 委屈你了 孩子 没事的吧 我挺好的 为了工作 魏红剪掉了自己的长发 瘦小的身躯跟繁重的推车 显得格格不入 车间的修车工李嘉田 看到赶紧上前帮忙 我自己来吧 李嘉田对这个瘦小的姑娘一见钟情 而魏红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 她没有放弃自己的大学梦 不管下班多晚都会去夜大上课 你学了什么专业 会计 其实啊 没事你也可以学的 不行 我基础太差 深深也是将自己考上大学的消息 第一时间分享给了杨辉 杨辉并没有多惊讶 她觉得深深本来就是属于大城市的人 表示自己马上也要回上海了 到时候自己会多加照顾她 随后深深就去参加了同学给她办的欢送会 而魏红却在家里收拾东西 准备迎接大嫂的到来 她努力地把桌子擦了又擦 让自己家里显得不那么寒酸 父亲问她怎么没去跟深深一起去参加欢送会 爸 我去干什么呀 宝德意识到自己说错话 想安慰一下女儿 可魏红觉得自己现在挺好 不需要任何人的安慰 然而她又不忍父亲伤心反过来安慰父亲 当年自己生病休学一年 深深又跳了一级 所以俩人赶在了同一年考大学 俩人同时考父亲压力太大 现在建华和深深都已经考上了大学 我和魏伯哥在家陪着你 这不是挺好的吗 而且 我俩本来不就爱这样吗 是啊 如果没有建华和深深 那么此刻上大学的应该是魏红和魏伯 宝德也不会这么辛苦 很快建华带着女朋友回来了 宝德欣慰不已 看着昔日小伙子长大成人 还带回来女朋友 他没有辜负一名临终时的遗言 魏红觉得自己和他们现在身份悬殊 自卑地没上前打招呼 建华暖心地跑过去和他说话 建华还给每个人带了当下最流行的礼物 晚上宝德告诉建华结婚是大事 让他还是去亲妈那里看一眼 可离家十几年的儿子站在桂香面前 他却没认出来 建华默不作声 他始终叫不出那一声妈 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 桂香迟疑的片刻还是认出了儿子 桂香哭得撕心裂肺 他一遍一遍埋怨着儿子为什么不来看自己 建华却丝毫不为所动 像个木头一样干战着 桂香激动地将裁缝招呼出来 自己却因太过激动晕倒 裁缝紧忙将桂香扶到屋里 好一会桂香才缓了过来 不过看到儿子的成就他还是很欣慰 建华向母亲介绍旁边这位是自己女朋友 他也关心母亲 可就是说不出口 你有病 应该到医院去看看 随后拿出一千块钱给桂香 可桂香怎么也不能接下这钱 那那这钱 烫手啊 建华让他拿着 并说当年自己借过二百块钱 现在一起还了 提到二百块钱桂香更伤心了 你要是冲那二百块钱的话 妈 死也不能收啊 随后建华抽出二百块 把剩下的塞到了母亲手里 拉起单单就要走 桂香哭着追出来 儿子这次在离开 下次相见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祈求儿子能喊自己一声妈 你就不能喊我一声 妈妈 单单示意建华叫一声 可建华这么多年都没有叫过 现在更是喊不出口 这喊不喊的 我还是你的儿子 离开后单单问建华为什么不叫一声妈 难道还在恨他吗 现在还说什么恨不恨 都是过去的事 建华已经放下了心里的恨 但始终还是无法开口 单单毕竟是大上海来的 很不习惯乡下的生活 于是向建华提出提前离开这里 建华怕宝德会多想因此和单单吵了起来 起床喝水的宝德恰巧听到两人吵架 很是尴尬 于是第二天宝德上菜市场又是买排骨 又是买鱼的来讨单单欢心 晚上宝德收拾着建华和申申明天要走的行李 并嘱咐建华到了上海多多照顾申申 一直暗恋申申的魏国却坐立难安 这时申申提出想出去走走 魏国见状也跟了出去 建华感叹 今晚上是申申在家里住的最后一晚了 以后可能会永远离开这个矿区 宝德也将自己的步虑告诉了建华 申申的亲生父母是上海的知青 但是具体并不知道在哪里 现在申申要去上海上学 他想帮申申找一找亲生父母 可爱憎分明的建华却坚决反对 临行前 建华再次嘱咐为洪耀坚持上夜大考大学 现在申申去了上海读书 家里的负担依然还很重 于是玉芬想操持起老本行卖豆腐 可身为科长的朱良明并不同意玉芬的想法 玉芬表示自己就是想自食其力 不想再看别人脸色过日子 并且以后不再要朱良明一分钱 朱良明举双手双脚地拒绝 不过这次玉芬铁了心 结婚这么多年了 都是听你的 这回我得做回主 你敢 朱良明反手又是一巴掌 玉芬呢玉芬 你站起来吧 这天宝德找玉芬让她帮忙做个背套 又看到了玉芬脸上的淤青 玉芬不要她管 伤心地哭了起来 她觉得都是当年宝德硬把她推出来 才会导致这个样子 宝德也是自责着 如果知道今天这个结果说什么 也不会把玉芬嫁给朱良明 这天玉芬告诉魏伯 自己想把豆腐厨房重新办起来 魏伯很是支持 并且出谋划策 让她租个门脸 批发带零售 没过几天玉芬的豆腐店开起来了 生意很是红火 宝德趁空闲时间也来帮帮忙 没几天时间豆腐店竟然赚了五百多块 玉芬还不忘让宝德把钱给深深寄过去 很快 朱良明知道了这件事 冷不冷热不热地讽刺着玉芬 并说自己现在已经出了名 不是因为自己是老祖 而是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婆 玉芬表示自食其力没什么可丢人的 是女人 就给我在家老实待着 再不老实我找人疯你这个小店 玉芬也不想跟她多说 这天玉芬照常在家捡着墨豆腐的豆子 朱良明一进门就气不打一处来 直接把玉芬的豆子扔了出去 玉芬只好跑过去捡 捡着捡着又忍不住哭了 这次她没有妥协 而是收拾行李回了宝德家 宝德哥 二十年前 你救了我一条命 今天 我自己回来了 玉芬委屈地扑到宝德怀里 让她不要再逼自己回去了 宝德这次再也不会把玉芬推向外面 玉芬啊 你回来了 回来就好 那天宝德收到信德之剑华要结婚了 他们终于能去大上海见见失眠了 临行前宝德还特意买了一身新衣服 魏弘也穿上了自己认为最好看的花 不管您穿什么 在人家上海人眼里啊 你还是个老土 到了上海 魏弘打算先去看看深深 到了深深所在的大学 魏弘瞬间被高耸的大楼吸引 两个人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魏弘都看花了眼 只感叹太漂亮了 跟自己梦里的大学一模一样 丝毫没有听见父亲的话 如果不是魏弘把上大学的机会让出来 那么此刻魏弘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就是丑小鸭在这再上几年 都能变成白天鹅 等深深毕业以后 我跟他的差别一辈子也追不回来了 宝德紧忙表示 让魏弘明年再考一次 可魏弘称自己已经没那个星期了 这一年多访制厂的生活 不仅磨平了魏弘的棱角 也让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此刻只能愤愤地说一声 当年我要知道大学是这个样子 我可能说什么也不会让给深深的 当他们找到深深的宿舍 却被同学告知深深每个星期都会出去打工 果然他们在餐厅找到了深深 深深像小孩一样扑到父亲怀里 看完深深建华将他们接到家里 上海什么都好 就是房子紧张了些 你放心住得下 大家和魏弘住一间 咱们俩住一间 没问题的 宝德可拉不下这个老脸住在这 于是拉着魏弘出去找了一间旅馆 宝德将从家里带来的新背面交给建华 又拿出一些钱 可建华表示背面可以收下 钱就不收了 钱你得拿回去 现在家里这是用钱的时候 我知道你不缺钱 这就是个新意嘛 哥你就收下吧 建华也只好收下了 第二天建华他们的婚礼在海边举行 魏弘和深深都抢着与大嫂拍照 看着深深阳光开朗的样子 魏弘的心里又泛起了一丝涟漪 晚上回到旅馆 魏弘发起了呆 经过这几天和建华还有深深的相处 让他越来越觉得他们不像是一家人了 突然觉得自己和他们的距离好遥远 一点也不像从前在家里时候的样子 魏弘这是自卑了 也无可厚非 建华和深深每天面对灯红酒绿 和魏弘根本就是两个不一样的人生 我在想 魏弘不怪父亲 因为他从小就知道爸爸最喜欢的孩子就是深深 在建华和魏国中间 建华也是最重要的 要是咱们家突然来个外人 肯定会认为 建华和深深是你亲生的 我和我哥是你抱养的 他又想起高考那年自己提出退出让深深高考 父亲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或许在父亲心里 从来没有想过让深深让自己一回 保得明白 这是魏弘看到建华和深深过得这么好 心里不好受了 可是这些生活本来就是属于魏弘的呀 面对这些保得还有一套说辞 那就是正因为魏弘和魏国是亲生的 他这么做 魏弘他们才不会怪他 我也不是个圣人 我只是个 比身世大不了几岁的孩子 魏弘实在是憋不住了 才把这么多年的委屈大吐为快 参加完婚礼 他们也该回家了 却不想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18年前的30晚上 我在你们家门口 留下一封信 一个收益机 还有一个孩子 这天纺织场开联谊会 同事们都玩得不亦乐乎 设恐的魏弘却一点也没有心思 车间师傅李嘉田想邀请魏弘跳舞 嘴笨的他也不会说好听的话 魏弘断言拒绝了他 李嘉田只好失望地离开 这时人群中的刘强注意到了魏弘 会说话也是一门艺术 刘强告诉魏弘跳舞 其实就和走路一样 有人扶着也不会摔倒 两句话逗得魏弘笑了出来 引起好奇心的魏弘也跃跃欲试 刘强先是关心魏弘工作累不累 随后又拍起了连环彩虹屁 称像魏弘这么漂亮的女孩 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 应该去大公司上班 魏弘被说的不好意思 却对这个刘强产生了兴趣 一旁的闷葫芦李嘉田 只能看着两人离开 送魏弘回家的路上 刘强对魏弘对症下药 称魏弘为了让妹妹上学 宁愿自己放弃高考 这样的女孩她很是喜欢 请魏弘给她一次谈朋友的机会 魏弘觉得太突然表示自己考虑考虑 谁知她第二天竞跟到了魏弘车间 她想下班约魏弘去转一转 看着刘强动手动脚就不像好人 气得李嘉田也只能把气撒到机器上 刘强把从书上抄的文章给魏弘看 谎称是自己写的 魏弘本就对有文化的人有好感 这下更给刘强加了分 很快俩人就手牵手回了家 魏弘邀请刘强来家里坐坐 没曾想是隐瞒入室 得知家里没人 他一把将魏弘扑倒在床上 想行不轨之事 魏弘拼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好在这时魏弘回来了 看到妹妹受欺负 愤愤地把刘强叫出来 二话不说就对着刘强一顿胖揍 打得好打的妙打的呱呱叫 经历一次感情受骗的魏弘将自己锁在了屋里 上班也是郁郁寡欢 李嘉田给魏弘送来盒饭也遭到魏弘的拒绝 李嘉田自知配不上魏弘 也知道自己没文化 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苦 魏弘对着嘉田大喊大叫 让他不要来烦自己 这天上晚夜大出来的魏弘发现下雨了 这时李嘉田拿着伞出现了 我不要你可怜我 我不要你偷情我 我不要你送我回家 嘉田只好说自己是来给他送伞 魏弘哭着求他赶紧离开 嘉田表示魏弘不接受伞 他就陪着一起淋雨 我不知你这样为待我 我不会说什么动人的话 但是我就知道 你好你好你最好 如果你不嫌弃我 我会一辈子守着你 我会让你说半点委屈的 嘉田的真诚感动到了魏弘 最终魏弘接受了憨厚老实的嘉田 其实爱情的本质就是真诚相待 另一边玉芬再也受不了 朱良明的打骂回了宝德家 朱良明却找上了家门 拿你的东西 你给我回家 你有这副样子我就不回去 你回回 我不会 看着玉芬不回去 气急败坏的朱良明 开始打砸玉芬卖豆腐的东西 宝德拖着虚弱的身子出来 揍起了朱良明 虽然宝德老了 但是打他还是绰绰有余的 朱良明只好灰溜溜的跑了 心有不甘的朱良明 却找人来玉芬的豆腐店闹事 好在路过的魏弘和嘉田看到 耿直的嘉田拿着碎酒瓶 吓走了几个闹事的人 你是谁啊 我就这家的 赶紧走 宝德看出他和魏弘的关系 非比寻常 也对嘉田这个小伙子印象很好 真是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顺眼 晚上 宝德就向魏弘商量此时 嘉田是过日子的最佳人选 想让魏弘挑个日子就结婚 魏弘也向现世妥协了 既然你同意 那就这么定了呗 这对上海之亲18年前为了前途 将女儿扔在了矿工家门口 18年后身家过亿的他们却又找上了家门 当年捡到孩子的矿工不仅将深深视为己出 还把他培养成了上海一科大学的学生 一进门他就向魏国打听家里最小的女儿的情况 得知女人是上海来的 又加上不平凡的穿着 魏国瞬间明白眼前女人的身份 你是来找深深的 我是深深的妈妈 对于他魏国并不欢迎 你现在还有脸在进几个家门 我只是想知道深深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现在已经是个大学生了 但是你不能见深深 告诉他让他死了这条心 正当陈玉出门的时候碰上了从上海回来的宝德 宝德便询问他的来由 他告诉宝德18年前的三十晚上 他曾在这里留下过一封信 一个收音机还有一个孩子 宝德心里一戈灯 这么多年 深深的母亲终究还是找上了门 怎么先演 谢谢你们一家人 18年了 宝德赶紧把陈玉请到屋里 陈玉对自己当年做下的事深感后悔 虽然这些年自己又生了一个孩子 但他始终还是忘不掉深深 宝德告诉他深深现在很好 还在上海上大学 随后让魏红拿了深深的照片给他看 陈玉看着照片更是气不成声 虽然家里穷 但从未让深深受过半点委屈 魏国更是没得说 从小就护着深深而魏红更是甘愿自己打工来成全深深高考 宝德说这些自以为很自豪 可这些都是建立在魏红的痛苦之上 陈玉感动万分 拿出一些钱想作为补偿 可宝德断言不肯接受 他告诉陈玉 如果真的想给钱就去上海找深深吧 魏国惊了 陈玉也瞪大了双眼 你是说 我可以回上海去看他 宝德美其名曰深深终究是陈玉的女儿 自己又怎么能拦得住呢 我相信 他会对我们对他这件事 不管他是不是我的亲生闺女 我相信 他还是我的闺女 对于陈玉的痛哭流涕 魏红没有一点感觉 只觉得恨眼前这个女人 陈玉走后 宝德就一病不起 终究是自己养了十八年的女儿 你这是何谱呢 非要重生硬害 等人家走了呢 你又变出病来了吧 可宝德还在嘴硬说自己没有选择错 回到上海的陈玉以宝德朋友的身份找到深深 看着跟自己有几分相似的脸 陈玉更加激动 为了顺理成章地给深深钱花 他让深深做自己孩子的家教 并且还有专车接送 家教的工作很难找 深深自然是痛快地答应了 周末陈玉把深深接回家 他不让儿子叫老师直接叫姐姐 这个就是你 陆叔叔 陆叔叔好 你好你好 深深跟杨杨相处得很愉快 客下陈玉还给深深炖了银耳汤 他努力地想对深深好 他想把这些年缺失的母爱一下补上 随后陈玉问深深有没有 把在他家做家教的事告诉宝德 深深表示还没来得及说 陈玉让深深用自己家电话 告诉宝德他在这 宝德有些吃惊 试探性地问深深陈玉 有没有说以前矿上的事 深深摇摇头 随后宝德告诉陈玉 过年的时候一起回矿上过年 陈玉欣然地答应了 电话一旁的宝德不禁感叹 这个陈玉真有办法 不仅可以随时见到深深 还能光明正大地给他钱花 另一边的魏红和嘉田已经结完婚 宝德让魏红在纺织场 给魏国也物色一个女朋友 省得他每天不是喝酒就是打牌 可魏红却说魏国早就有心上人 宝德一脸猛 问是不是矿上的 你是真看不出来啊 我哥喜欢深深 宝德像听到一个天大的玩笑 魏红表示也不是不可能 毕竟深深不是他们的亲妹妹 从小到大只要是深深的是魏国 就能豁出命不要 他想跟深深 他就是吃了豹子打了他 深深的眼光高 看不上我哥倒是真的 这次和深深回来过年的还有他的亲生父母 而毫不知情的深深 还以为是父亲多年的老友来看望他 我们回来吧 孙子 那个小狼丫头 吓得我一跳 宝德对即将抢走他女儿的人表现得十分热情 紧忙将他们请进屋 晚上宝德还准备了一桌饭菜来招待他们 饭桌上宝德高兴不由地多喝了几杯 陆伟康喝多了便说到深深真是个好女儿 宝德说我的女儿能不好吗 你的女儿 那还不是 陈玉及时制止陆伟康才没继续说下去 随后就表示这辈子什么时候他都是欠宝德的 他让陈玉拿出一打钱递给宝德 宝德说什么也不收 表示收养深深并不是为了钱 他让深深带他们回来过年只是为了热闹热闹 并不是为了这几张废纸 这无疑是在玷污宝德这神圣的父爱 你们把钱拿回去 深深我也不给了 不许你们看着 我不支持 现在把他领走 最后陆伟康败下阵来 深深正要扶着他去休息 碰上了回来的魏国 魏国很生气父亲的做法 他们要是把深深带走啊 那休想 谁说我让他们把深深带走啊 现在的魏国给别人开长途车 这次回来给大家分别带了礼物 作为大哥 还拿出了三千块钱作为魏红结婚的贺礼 宝德却认为他这钱来路不正 从小他就觉得魏国不务正业 即使在努力在父亲眼里也什么都不是 另一边的陈玉还在后悔着 如果当年辛苦一点把深深带在身边 或许就不是今天这种局面 不料俩人的谈话被深深听到 陈玉紧忙打马虎眼 称当时婴儿出生死亡率很高 就这样把深深糊弄过去了 宝德看着深深跟他们很亲近 心里不由的难受起来 随后转过深训斥起了魏国 让他以后不要插手深深的事 更不要痴心妄想的想和深深发生什么 过完年陈玉他们也该走了 走后宝德问深深陈玉家庭怎么样 深深表示他家很有钱 陆伟康是一个公司的老总 自己上家教课不仅车接车送 还经常买礼物送给他 当得知深深做家教一个月2000工资时 大吃一惊 随后他让深深少收一点 回到上海的深深就将要求减少工资的事告诉了陈玉 自古以来都是听说要求涨工资的 没听过降工资的 陈玉夫妇猛了 以为宝德跟深深说了什么 随后陈玉就想把一切事情全盘拖出 自己实在受不了了 眼看女儿就在眼前却不能相认 白这么人了 男人开车意外压死老人的狗 老人想去救自己的狗却又被车撞倒在地上 这下完了 魏国就是有十辆卡车也不够赔的 魏国紧忙将老人送往医院 好巧不巧的 老人的儿子正是交警队的警察 他随即就扣押了魏国的驾驶证和行车本 魏国只好回来告诉全子 因为他把交警队长的跌撞了 因此货也被扣了 该说不说 全子还是很讲义气 宝德得知了这件事 对着魏国又是一顿臭骂 魏国不乐意父亲像审犯人一样说他 你还不爱听啊 又说他跟着全子那样的社会渣子迟早会出事 魏国表示全子也是靠自己劳动所得 不偷不抢 怎么到你嘴里反乘社会渣子流氓了 不说还好 一说宝德就想起小时候全子带魏国去偷电缆的事 那个年代的父亲好像都这样严厉 我看你就跟流氓差不多了 魏国一气之下跑了出去 晚上魏国喝个大醉的敲架里门 嘉田想要出去给魏国开门 被宝德训斥回去 听着哥哥的叫喊声 魏红心疼了 毕竟外面零下十几度 魏红这次不再惧怕父亲的威严 打开门扶起魏国 魏国一把将魏红推倒 嘴里念叨着父亲第一喜欢生生 第二喜欢健华 自己在父亲眼里狗屁都不是 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魏红已经怀孕 被魏国这么一推直接出血了 魏国一下子清醒了 不要命的在半路拦了一辆车送魏红去了医院 可魏红的孩子始终没保住 魏国万分自责 魏红反倒安慰大家自己没事 自己还很年轻 孩子还可以再怀 等人们出去后 魏红又偷偷哭了起来 另一边魏国撞人的事情还没解决 被撞的老人狮子大开口要一万块钱 魏国只好厚着脸皮向魏红借钱 魏国将自己借来的钱交给老人的儿子 可老人的儿子并不打算收手 魏国也破罐子破摔 表示自己是下岗人员 已经没有钱了 魏国的巧识如黄勾起了男人妹妹的兴趣 他悄悄跟着魏国出去 告诉他自己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件事 别人都是怕自己哥哥 而魏国反倒和自己哥哥耍平嘴 我倒有个主意 说不定呢 能帮你 随后魏国就带着一只一模一样的狗送给老人 看着自己养了五年的狗又出现 老人的病一下子就好了 再加上魏国诚挚的道歉 老人这才不追究了 魏国也因此结识了这个女孩赵梅 随后得知赵梅没有男朋友 还趁机表白了一番 赵梅被嘴甜的魏国逗得眉开眼笑 晚上魏国又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 告诉大家碰瓷事件自己已经摆平 并且还预感到自己马上要时来运转了 魏国的预感没错 他人生中最颠送的日子就要来临 因为撞人他在运输公司待不下去了 于是犬子又将魏国安排在了自己老大那里 并说自己店里的生意全靠这个老大罩着 犬子看似是把魏国安排过去当司机 实际是想安插一个耳目 可犬子这点小心思早就被老大看出来 魏国一听这工作八成黄了 没想到这个老大非常看重魏国的仗义 他让魏国以后就跟着他干 并且绝不会亏待他 说到领头人老大不禁摸了摸自己没有头发的头 随后又拿出一打钱让他去置办医生行头 而他不知道此时自己又身陷另一个泥潭 巧合的是赵梅也在这里上班 魏国不禁感叹两个人真有缘分 这下我们俩成为一家人你是跑不了了 有钱了的魏国开着新款桑塔纳 来到玉芬的豆腐店嘚瑟一番 我现在是天创公司王总经理的特别助理兼司机 月薪两千八 这还不算加班费和奖金呢 宝德看到魏国有了正经工作也非常高兴 回到家就不禁和玉芬多喝了两杯 让他高兴的是四个孩子 现在都长大成人 魏红也再次怀孕 最操心的魏国也有了正经工作 本以为事情都向着好处发展 谁曾想宝德的身体又出了问题 哎呀天哪 魏红 你爸可血了 宝德还在说着没事没事 不肯去医院 经过三个医生的会诊 医生告诉魏红 宝德很大程度患了肺癌 可怜宝德下了一辈子矿井 到头来患了肺癌 魏红觉得天都塌了 随后医生推荐他们去上海的大医院 或许还有治愈的可能 晚上一家人为宝德病情展开讨论 要强的宝德看不得大家阴沉着脸 都哭丧个脸干什么 大不了就是个死嘛 要是我死了 也不想看你们这副表情 送我走 爸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别张口闭口就死啊 死的好不好 玉芬让赶紧通知建华和深深联系一家医院 尽快做手术 宝德却说什么也不去 自己从小就没离开过矿山 他害怕自己真的死在了上海 把我烧成灰扔进防护江 我才不敢 爸 你还让不让我们活呢 你们不要管我 让我医生人走 宝德把自己锁在了屋里 玉芬让大家不要打扰他了 这辈子宝德的眼泪憋了一辈子 这次让他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 虽然魏国经常和父亲伴嘴 但此刻他比谁都难受 深深知道宝德的病后伤心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 魏国找到赵梅 告诉他父亲重病 即将去上海做手术 他知道父亲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 于是祈求赵梅可以以自己女朋友的身份送一送宝德 如果父亲真的死在了手术台上 也好少带走一些遗憾 我去 而宝德还在执拗地不肯去 玉芬表示今天就是绑也要把宝德绑去 宝德争不过魏国和家庭 只能乖乖地服从 我要你活着回来见 我答应我答应我答应 宝德出门后看到一个漂亮的姑娘站在车前 这是我女朋友 大家照美 宝德眉开眼笑 非常满意这个未来儿媳妇 并笑着说 如果自己没能回来 那么这是自己死前最高兴的一件事 到了上海深深的父母 把宝德安排在了深深所在的医院 看着父亲苍老的面孔 深深不由地扑在宝德怀里哭了起来 宝德不禁感叹 这病房就像宾馆似的 另一边的单单得知宝德病情 将自家存折的钱全部取出来 让宝德看病用 看着孩子们都这么争气 这或许就是做老人最大的欣慰吧 宝德明天就做手术 他今晚上想把话全部说完 他告诉深深魏国知道他的心事 临走前还把女朋友带给自己看 说到魏国现在有一个正经工作 他就难掩笑容 深深让他早点休息 可宝德又接着问他觉得 陈玉和陆伟康人好不好 深深点点头表示他们都很好 随后宝德就说 其实他们就是你的亲生父母 深深觉得宝德是在开玩笑 可宝德说你看看你的样子 哪里和我这个挖煤工人长得像 随后就讲述了他捡到深深的经过 那年大年三十的晚上 你在我那小圆发出的第一声哭声 到现在挖急得清清楚楚 他们在你身边留下了一支收音机 一些钱和一封信 后来你大了 高上了上海第二一科大学 你知道我有多高兴 你终于回到你该去的地方 你必须不现在告诉我 我不能带着这块新病走啊 深深内心毫无波澜 还宽慰宝德早点休息 深深走后宝德已经哭成了泪人 自己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又怎么肯拱手让人呢 深深在宝德面前表现得很坦然 自己出来后却哭了 他没想到最爱自己的父亲 竟不是亲生的 回到宿舍 卫红还没有睡 他告诉卫红自己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 并问他们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是捡来的 卫红点头 深深又问你们明知道我是捡来的 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 卫红却说自己也不知道 那是你的福气 你值得所有人对你好 此刻深深只觉得自己心里很乱 第二天 宝德就要做手术了 临近手术事前 他把深深叫到跟前 告诉他要正确处理与陈玉他们的关系 深深无法原谅亲生父母的行为 并讽刺着他们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 一对男女为了自己的前途 把自己出生的女儿抛弃在雪地里 任由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荒野里被冻死被饿死 陈玉不相信宝德会这样描述他们 深深说父亲没这么狠 但是自己可以想象得出来 你们丢掉我的那个冬夜是什么样的场景 陈玉哭着说不是这样的 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并且是看着深深被人抱走后才安心离开 他的狡辩暂且成功 可深深还是不能原谅 当你们如愿以偿地回到了大上海 难道想不起来还有一个女儿留在淮北矿区吗 陈玉被问得哑口无言 但还是试图用血缘关系来绑架深深 可深深分明觉得站在眼前的是两个陌生人 但宝德对他的爱他都看在眼里 二十多年了 父亲从挺拔的前胸变成了勾楼的后背 上面背负的全是养育儿女的艰辛呢 上帝对我是仁慈的 在我被亲生的父母抛弃了之后 让我遇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 他让陈玉他们收起那丑恶的嘴脸 现在自己的爸爸还在手术台上生死未复 而你们却急不可耐地要赎回那失去的良心 但是我不承认你们是我的父母 我只知道我是一个来自淮北矿区的人 现在只能说早至今日何必当初呢 宝德历经几个小时终于从手术室出来 医生信誓旦旦地说手术很成功 再活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陈玉夫妇没有想到申申的反应会这么强烈 陈玉很害怕申申不会再认自己 而陆伟康却表示申申骨子里还是流着自己的血 要给他适应的时间 现在能做的就是加倍来偿还他缺失的爱 宝德做完手术后一堆儿女围在身边 他的幸福感爆棚 此时建华拿出一打钱交给魏弘 也算为父亲出一份力 这时陈玉夫妇来了 深深看到他们却找理由离开 宝德劝魏陈玉 不要着急慢慢来 魏弘也随声附和 深深是明白事理的人 他会处理好和你们之间的关系的 之所以反应这么大 是因为从小到大父亲最疼爱的就是他 因此他和父亲的感情也最深 陈玉夫妇表示这些他们都懂 这天深深推着宝德散步 宝德又提起深深的绅士 他还是希望深深能尽早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不管深深成不承认这都是无法改变的 可深深哪也不去 他还是无法释怀自己被丢下的事实 当年他们可以把我扔下不管 现在我干嘛还要认他们呀 宝德解释当年那个情景无比艰难 如果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 是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血浓于水呀 就算他们有天大的错 看在他们生理的份上 你也没有理由不原谅他们呀 随后叫来建华 说出自己的心声 自己把他们养大并不是要求有回报 但此刻现在自己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要像孝顺自己一样去孝顺亲生父母 不得不说宝德真伟大呀 不久后宝德也从上海回来了 宝德经过这一病 也重新审视了他和玉芬的感情 玉芬也正式和朱良明离了婚 从此玉芬做豆腐 宝德幸福地在一旁看着 宝德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现在的他只想和玉芬 好好地弥补前半生错过的感情 陈玉夫妇难受万分 几次三番地找到 深深想求得原谅 他们想要跟深深好好谈一谈 深深现在六声无主 拿不定主意 于是找到大哥建华商量此事 建华让他去见 事情早晚要面对 建华劝别人容易 自己和桂香的事情都没有解决清楚 随后深深找到他们 表现得极其不耐烦 陈玉让他先坐下 随后陆伟康像抓住 深深的软肋一样告诉他 自己已经给他铺好出国深造的路 并且拿出哈佛大学一学院录取通知书 深深做梦都想出国学习 高兴地敬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陆伟康让他不要着急地回答 并且坚定地告诉他 自己和陈玉一直爱着他 并且比以往的时候更加矮 晚上 深深找到他的心灵导师杨辉 这么多年他一有烦心事就会找杨辉倾诉 我刚刚出现的父亲 想安排我去美国深造 杨辉劝他勇敢地去面对和接受 这种来自父母的爱是不能拒绝的 即使他们以前犯过错误 但此刻他们在想办法尽力弥补 一个人对客户自身的缺点的努力 比发扬优点更伟大 我懂了 第二天深深主动找上了门 告诉他们自己已经考虑好 陈玉高兴坏了 一把拉住女儿让他今晚救助家里 晚上陈玉为深深整理着床铺 深深也努力享受着久违的母爱 陈玉告诉深深 这么多年他们无时不刻地在想念他 有好几次都想去找回深深 可自己实在没脸去面对宝德一家人 我实在无法忍受思念女儿的心情 我不顾一切地去找你 但却被为国无情地骂了出来 他发誓一定要偿还欠下的那笔债 从你们家回来 我就天天地看 天天地想 我想 什么时候我们的女儿才能够回到我们的身边 深深也叫出了那声久违的妈妈 妈妈 他让陈玉原谅自己 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妈妈 甚至不知道妈妈二字怎么发音 随后深深就回家告诉宝德 自己要去美国留学 我的那个爸爸 把我的一切手续都办好了 你要到美国去上学 哈佛大学的医学院 都硕士学位 宝德很是欣慰他能接受自己的亲生父母 哎呀 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啊 写得不过分的 晚上 魏弘感叹着自己是看着深深跑在自己前面 又飞到了自己前面 而自己此刻却像直起了一样 魏弘表示当年自己没上大学 心里难受了好几年 但是现在自己想明白了 就算自己没有把上大学的机会让出来 深深也迟早会飞的 因为深深打小就注定了和自己是两类人 深深啊 你就往前飞吧 你就高兴 现在已经把深深送回亲生父母身边 宝德也如是重负 这个任务自己终于完成了 现在的他只想好好和玉芬度过余生 可以真正的为自己活一回 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 这天玉芬告诉宝德贵香快不行了 让宝德赶紧过去一趟 贵香深知自己不行了 就是想临走前见一见儿子建华 随后宝德赶紧让魏弘联系建华 可好巧不巧的建华去北京出差了 魏弘告诉丹丹建华一友 消息就让他回来 医院里 贵香已经奄奄一息 嘴里一直念叨着自己见不到儿子了 你要坚持住我 建华很快就回来了 最终贵香带着遗憾去了 而建华此刻也赶到了 宝德怒斥他怎么就不早回来两分钟 建华给母亲跪下 喊出了那一声妈 妈 我回来晚了 妈 其实建华的心里早就原谅了母亲 术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轻不带 不要让自己留有遗憾 男人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女 可他偏偏最不待见自己的小儿子 儿子工作拿回来钱 父亲却觉得这钱来路不挣 这好路上来的钱可没那么快 为了证明自己 他不知不觉地陷入泥潭 上党第一天老板就拿出一搭钱 让他买身行头 开着新款桑塔奈又身穿西服 让他渐渐迷失了自己 不仅如此 他还认识了漂亮的赵梅做女朋友 卫国承诺赵梅等自己买得起这套房子的时候就娶她 可赵梅却不由地担心起来 他知道这个王老板做的是非法生意 卫国却说自己只管开车 并没有涉及老板生意场上的事 赵梅让他保证如果这个老板真出了事 你一定要离开他 卫国答应赵梅一定会的 就在这时 王老板的电话又来了 王老板刚从上海回来 接着就去见了一个人 而这个人正是卫国的朋友犬子 这个犬子私心很大 他竟然试图绑架王老板从而坐上他的位子 而王老板并非等闲之辈 早就看穿了他的把戏 手下让他不要跟这种人废话 直接活埋了犬子 犬子此时知道错误 可在场没有一个人为他求情 这时卫国实在于心不忍 他表示虽然自己并不知道犬子犯了什么错 但看在他求情的份上放他一条生路板 可除了卫国在场没有一个人在说话 我只好顺从多数人的应解了 少数服从多数 犬子就这样被套上了麻袋 在车上王老板给了卫国不少奖金 我就说最近我没见过他 我什么都不知道 亲眼看着犬子被处置 卫国回到豆腐店却心神不宁 赵梅看出卫国的一样 让他有什么事就告诉自己 自己哥哥已经打听了王老板情况 根本就不是正经人 你哥哥知道什么呀 还不是道听途说 照你那个花钱法 哪个正经公司能这样 说着卫国又被王老板叫走了 这天晚上一家人一起吃着饭 宝德也劝告卫国还是不要做这份工作了 你看你现在 穿着西服拿着大哥大 开着汽车就挣大钱了 谁听着不害怕呀 你哪挣那么多钱 可卫国却说自己只管开车 别的是不管 就在这时警察找上了门 警察告诉卫国犬子死了 问他有没有见过他 卫国做了伪证 说自己只有两个月前见过犬子 可只终究包不住火 坏人终究要面对审判 王老板做非法古董生意的事被查出来 随后王老板决定跑路 走之前他将一个箱子交给卫国 并告诉他里面都是钱 还说虽然卫国跟了自己一年多 但自己做的很多事情都没有让卫国参与 因此卫国在警察那里也不会留下案底 他让卫国将这些钱藏好 如果自己有机会重获自由 这钱他俩平分 如果他俩遭遇不测这钱就全交给卫国 然而法网恢恢 说而不漏 跑路的王老板还是被警察抓了个正着 卫国以为真的没自己什么事 他找到赵梅告诉他自己想要和他结婚 并且自己现在已经和王老板分道扬镳了 赵梅高兴不已 这正是自己所期盼的 随后俩人开心地领了结婚证 家里的宝德还在等着儿子回来吃饭 却等来了两位警察 与卫国住这儿吗 这是他的拘捕证 我们是奉命来拘捕他的 我就带警察会有这么一天 恰巧这时卫国回来了 看到警察不由分说地跑了起来 赵梅经受不住打击晕了过去 而他此时肚子里已经怀了卫国的孩子 本来你儿子没有什么大罪 属于知情不报 最多你就判个两三年吧 可现在性质变了 是卫罪前逃 如果不及时投案自首 被我们抓住 他就是罪家一等啊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要是我们能找到卫国的话 我一定让他去投案自首 赵梅现在心如死灰 他痛恨这是为什么早不发生 可怜自己的父母 还在家里等待他们回家吃饭 更让他伤心的是 自己此刻还怀着卫国的孩子 逃跑的卫国心惊胆战的 看到警察就像老鼠见了猫 他害怕地给父亲打去电话 保德劝他赶紧回来争取宽大处理 而卫国坚决不回去 自己更不想坐牢 他知道自己给父亲丢脸了 不过没关系 反正这么多年父亲都看自己不顺眼 你混蛋 这都什么时候了 保德气地挂掉了电话 生气地说从今天起自己没这个儿子 卫国绝望地来到了上海 还办了张甲身份证 以徐永静的名字开始生活 他来到图书馆查阅自己所犯的罪行 需要做两到五年的牢后 更加坚定了逃亡的决心 但他贷的钱很快花完了 于是他打电话约深深出来 深深确劝他去自首 可卫国就是不想坐牢 经过深深苦口婆心的劝说 卫国答应回去自首 可就在俩人坐上车的时候 卫国趁深深不注意拿走了他的钱包 家里的保德得知儿子在上海的小旅店 他当即收拾东西去上海寻找 保德一个人来到上海找着儿子 其实他心里也是爱卫国的 只是那个年代心里的爱不善于表达 深深得知父亲来上海了 于是和建华一起找寻父亲的身影 保德一个又一个的旅馆查询着 可卫国已经改了名字 他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当卫国返回旅店时 却看到父亲勾楼的背影 他不敢面对偷偷藏了起来 卫国看着如今不再挺拔的父亲 还在为自己操心着 不由地跟了上去 深深回到宿舍却看到 保德蹲在自己宿舍门口 深深心疼地将父亲拂进屋里 如今保德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有错 从小他就对卫国关心不够 总觉得男孩子无所谓 靠他自己也能长大成人 所以他就把精力全都放在深深他们身上 而对待卫国不是打就是骂 从而导致卫国缺乏管教 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 他要亲自把卫国找回来 求得儿子的原谅 哪料卫国已经站在了门口 他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卫国呀 我可找到你了 父子俩紧紧抱在一起 卫国也跟随父亲去自了手 爸 等我回来 把自己的儿子亲手送进警察局 很难想象保德此时的心情 卫国将整整一箱的钱交给了警察 随后自己走进了这高高的身墙之中 卫国在家里收拾着卫国的东西 他恨不得将所有的东西都给卫国送去 有本事啊 你把梅梅给带去 这一句话点醒了卫国 他厚着脸皮找到赵梅 他知道卫国对不起赵梅 但此刻他希望赵梅能跟自己一起去看看儿子 赵梅很是为难 宝德知道自己的要求很无理 失望地走了出去 第二天收拾好的宝德正要出发时 赵梅却站在了门口 他交给宝德一封信让他带给卫国 卫国看到父亲来很是高兴 我怎么觉得 你在这儿比在家还结实呢 是啊 啥是闷碎的 还说自己长胖了 宝德告诉卫国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卫国表现良好 已经从三年七行减到了两年 随后宝德将赵梅的信交给他 他告诉卫国 自己始终没有办法忘掉他 或许是自己上辈子欠了他什么吧 他会和孩子一起等着卫国回来 卫国呀 这次你又得逞了 卫国感动得热泪盈眶 下定决心好好改造早日出来 宝德也鼓励儿子 自己和家人会等着他 此时宝德又开始咳嗽了 为了不让儿子担心 他强忍着走出来 可再也支撑不住的他又咳血了 没错 宝德的病又恶化了 白细胞已经扩散了 医生让他们做好思想准备 玉芬看着这个爱了二十年的男人气不成声 还没好好跟宝德过两天好日子 宝德安慰他生死有命 唯一遗憾的是和玉芬的婚事无法实现 宝德对得起天地 对得起父老乡亲 唯独对不起玉芬 玉芬哭着让宝德别想着甩了自己 到了宝德六十岁生日这天 卫国也被特别批准可以去给父亲过生日 卫国高兴地马不停蹄地奔向医院 医院里几个孩子推着一个蛋糕走过来 而宝德也到了游进灯窟的阶段 哭了六十年了 我又会看见这么大的蛋糕 随后又心疼起买这么大蛋糕要花多少钱呢 我这不是给您和六十大少的吗 深深指着蛋糕上的几朵小花 说是自己和哥哥姐姐们 而中间的两朵大花是父亲和芬姨 爸爸 你是我们兄妹几个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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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亲爱的爸爸 是我们全家的大太阳 深深的话逗得宝德乐开了花 自己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矿井工人 可在孩子眼里 自己竟成了大太阳 今天孩子们都聚到一起给自己过生日 他很高兴 可唯独少了儿子卫国 这时宝德身体又开始了剧烈的疼痛 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他将建华叫到跟前 他是宝德最自豪的孩子 他嘱咐建华好好照顾弟弟妹妹 随后又叫过来自己最知道疼人的卫红 你是他最想感谢的人 他让家田好好对待卫红 随后深深要父亲吹蜡烛许愿 看着自己这么多儿女 他多想再活个二十年 但他的身体情况却连蜡烛都吹不灭 随后孩子们陪着宝德一起吹灭了蜡烛 宝德又开始了咳嗽 这时玉芬身穿一身红衣来了 他专门穿这身衣服来给宝德过生日 宝德求孩子们自己不再来要好好对待玉芬 以后就叫玉芬为姑姑吧 随后宝德告诉赵梅 要他相信卫国会变好的 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卫国了 此时的卫国正非跟着赶到医院 他跪在宝德床前 宝德没有了遗憾 他高兴一家人如此齐全 他让建华给大家拍个全家福 这也是这个矿工父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此刻的宝德是幸福的 愿天下所有的父亲都平安健康 你会参照吗 但你会建筹的地域